国信乡北港村一位农民 因为山上开垦农地 发现土地非常肥沃 因此就在土地上种植西瓜 经过几年来的试种 今年也开始来采收 农民表示 第一次种植因为经验少 因此作物成果不理想 而去年改换品种 所产出的西瓜品质也相当不错 因此今年就再次来种植 但因为今年多雨 在排水上也比较困扰 在照顾上也比较困难 被年开放开来就想看 看肥肥肥的 把种植又很好 种植的大核 肥肥很高的 很大核 这次就不敢增 现在连这次第三方 那种两年又种植的五分 也不错 这次煮就好 这次整加多的煮就好 继续买国 糯米桥休闲农业区发振协会 理事长表示 北港村农民的作物 大多以瓜果类为主 而西瓜也是首次在 北港村有人种植 并且品质也非常的不错 因此未来若是西瓜 种植推广开来 也可以借由休闲农业区来做推广 让北港村的产业更加多元 那一般我们西瓜的认知 就是在我们比较沙地的地方 那想不到我们国庆乡北港村 也可以种出这么好吃的西瓜 那这个对我们休区未来的产业 也是可以去帮忙推广这个好吃的西瓜 那希望各位游客或是消费者来 我们国庆乡北港村游玩的时候 都可以来品尝我们这个好吃又香甜的西瓜 店员林芳宇表示 农民能够为了增加产业多元性 在北港村种植西瓜也非常的不容易 肯定农民的研发精神 在山上克服环境条件种植出西瓜 也期许透过此次的成功经验 未来能够持续的精进 让西瓜产业也有可能成为 国庆乡另一个代表产业 在山上也能够示众成功 一个椭圆形的这一个西瓜品种 而且它有这一个种植创新的这一个想法 我相信是值得鼓励的 或许可以另外开发新的品种 在这里也恭喜它 同时或许也是以后可以代表 国庆乡的一个产业 服务长排一圈肯定农民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今年的成功 未来能够持续的将农业 多元化来发展 让国庆乡的产业更加丰富 进而可以帮助在地产业得到行销 记者陈维一国行乡采访报道